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谷歌字体 我把我了解到的关于谷歌字体的相关信息和大家分享一下 内容呢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 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每个视频固定在两到三分钟 我们之前说过用wordpress做网站的一个简单的基本逻辑 其中讲到了主题 网站用到的主题都是国外开发者制作的 国外的主题默认都是英文的 英文呢有各种各样的字体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免费又好看的字体 最常见的呢就是谷歌字体 谷歌字体有很多种 它相当于一个庞大的资源库,字体库 而且都是免费的 像那些wordpress的主题 几乎都支持谷歌字体 如果我们做一个外贸网站 外贸网站是给外国人看的 他们是英语系的国家 我们用wordpress做网站 内置谷歌字体这是没问题的 如果我们做国内的网站 我们可以用wordpress加上主题 用这套组合做外贸网站是没问题的 但是做国内网站就有问题了 因为外贸网站面向的是外国人 国内网站面向的是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网民 我们一般通过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来上网 但是这些网络是不能够支持谷歌字体的 因为这个谷歌字体的存放的服务器 它在国外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们在国内是可以正常访问谷歌字体的服务器的 它那个网址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又不能访问了 所以说呢 它的兼容性不好 有的时候能访问 有的时候不能访问 但你判断不好你的用户 就是我们国内的用户 它用的是什么网络 它带的那个时间点是否能正常打开谷歌字体的网站 我们作为网站的建设者是不知道的 如果访客在打开网站的时候 它所使用的网络不能打开谷歌字体的服务器 那么它在加载网站首页或者内页的时候 会出问题 有可能菜单出不来 也有可能一些内容无法正常显示 甚至会延长首页或者里面内页的加载时间 我们做的是中文网站 用不到谷歌英文字体 因为它这些字体都是英文的 但是它仍然会加载谷歌字体 因为它这个加载是主题里面加载的 有的主题你不使用谷歌字体 它不给你加载 但有的主题你不使用谷歌字体 它也会给你加载 这是我们很难控制的 我们用这套组合 Wordpress加国外主题加谷歌字体 这套组合 做面向国内的中文网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谷歌字体 尽量不要去加载它 那怎么才能不让它加载呢 即使用谷歌字体 词后,教维歌字体